这是警察打捞死者尸体的真实画面 当时 由于尸体上绑有40多斤的尸块 警察不得不使用起重机械 然而 随着警察的调查 竟发现死者还牵扯一起杀人案 而到最后 竟不需要任何人对他的死负责 深夜吕宝来谈案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 2012年5月19日 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港口机械厂 接连两天的暴雨 让港口水位上涨三米有余 为了安全 保安一大姐打算巡视下 厂区内部的设施设备 可当她来到江边时 一个白花花的东西 引起了她的注意 难道今天要加餐了 好奇心驱使着一大姐前去一探究竟 谁知 越靠近越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接到一大姐报警的派出所 民警很快来到了现场 对于这个警情 办案多年的民警都感到蹊跷 一个水流平缓的港口 为什么会出现水尸呢 经过技术人员的初步勘察 发现站桥下的水尸为一名男性 可当技术人员打算将其打捞上岸时 却发现根本无法拖拽 为了尽可能保护尸体上的物证 警方调来机械设备 一段时间后 水尸被打捞上岸 然而眼前场景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在水尸上 镜绑有一块四十多斤的石头 石头绑在一条牛仔裤上 而两条裤腿紧紧地绑在死者腰部 在长江 南京航段的派出所 民警每年要处理一百多具尸体 可这种身体绑着巨石沉浆的场景 大家还是头一次见的 这不得不让警方开始揣测死者的真正死因 如果是自杀 死者是怎么将一块巨石绑在腰间 继而跳入江中呢 如果是他杀 这显然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抛尸案 多年经验告诉民警 这具尸体一定不简单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即 南京港口派出所和刑侦技术人员成立了专案组 并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力证在最短时间将此案侦破 一般遇到这种抛尸案 只要能得知死者身份 案件就能很快侦破 于是 法医首先对尸体进行了检测 发现死者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死亡时间在二十天以上 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伤痕 可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 加之身上没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物件 法医无法第一时间给出相关死者身份的信息 虽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但身上还能依稀可见大面积纹身 如果能找到这些纹身是哪家电纹的 那是不是就能确定死者身份呢 以此为线索 警方开始走访南京地区的纹身店 希望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找到相关死者的身份线索 从工作人员的口中 警方大致了解到 这些纹身在南京是没人纹的 而且死者身上的纹身质量很差 一般不登记的作坊都可以纹 因而要从纹身上确定死者的身份 基本不可能 最后工作人员向警方提出 或许某个特殊群体能知道这个纹身的来源地 随后警方来到南京市的看守所和拘留所 对全市有存档记录的纹身人员进行比对 可让人遗憾的是 警方并没有比对上任何人 为了不放过这条线索 警方开始比对江苏全省有过纹身的人员 几天时间他们仍一无所获 难道这些纹身真是在小作坊纹的 之后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又提取了死者的DNA 将其输入数据库 希望能比对上可疑人员 结果让人很意外 同样毫无收获 几天时间 师员的确定竟毫无线索 如果师员确定不了 就无法进一步调查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 无论最后查的结果是不是一个命案 是不是他杀 但我们这次工作的人命大于天 有了命案 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把他侦破 就在案件侦破步入死户同时 有侦察员想到之前那块绑在死者身上的石头 在之前利用岩浆水文地质特点来推动案件的侦破 是航运公安局特有的方法 这次他们想继续使用这个方法 在地质部门的检测下 发现这块石头属于比较坚固的花岗石 而在南京地区很少有这种石头 如果警方能查到这块花岗石的来源地 尸体的来源地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呢 以此为目标 警方开始对上游水域的石块进行比对检测 然而 一段时间后 警方无法找到类似石头 排查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纹身的排查 以及花岗石来源地的排查 让警方可谓是毫无收获 慢慢的 有侦察员开始怀疑死者并非本地人 而尸体也只是从上游飘下来的 可发现尸体的地方是一个平缓区 完全不具备漂流的条件 这时 负责现场勘察的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细节 在打捞尸体时 现场周边有很多芦苇 而芦苇上的水印痕迹也在说明 近期的江水有过上涨的痕迹 从水利部门那儿得到的消息 在5月17日到18日这两天 南京地区浦江大业 因而 江水大涨 那尸体会不会是从上游地区漂下来的呢 警方立即调取案发地上游的监控录像 重点排查大桥上的监控录像 在不眠不休的工作下 警方仍无发现任何疑点 警方只好把工作方向转向来往的船只 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有人在船上抛尸 或者有人在船上跳江自杀 不出意外 仍旧是未解一场 在大桥上和船上落水的可能性都被排除 案件侦破有些山穷水尽的感觉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新想法引起了警方注意 有人提出能否从尸体里提取残留的水生浮游生物 从而来判定死者的最初落水点 一般是明确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是深前溺死还是死后被抛入水中 解决这个定性的问题 第二点是确定一下它这个漏水的地点 通过比较它水中的归枣和人际体内的归枣 硅枣作为长江中的一种浮游生物 分布极其广泛 其主要特点是 每个区域的浮枣形状大小不同 依据这个特点 法医提取并检测了死者身上的浮游生物 结果发现 死者身上的硅枣都是长条状的 随后 警方因江而上 分别在不同区域采集江水 便与检测其中的硅枣形状 一段时间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在南京区域采集的江水中 并没有与死者身上相似的硅枣 可越是上游的地方 法医越能依稀检测出几个类似的硅枣 这一现象更加说明 尸体的来源地就是上游 并非南京 有了这些线索后 南京警方立即向上游城市发出协查通告 希望能扩大排查范围 找到落水者的线索 2012年5月24日 南京警方打算向湖北黄石公安局 发去协查通告 不曾想 对方的一封协查通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黄石公安局的协查通报 显示 有一名命案嫌疑人正在潜逃 此人35岁 身高在1米7左右 逃跑时穿着牛仔裤 逃跑时间是4月25日 距离南京发现尸体的时间刚好20天 这些信息不正和长江中发现那具水尸高度相似吗 没有多想 南京警方给黄石公安局打去了电话 询问在陶人员是否有纹身 双方进行简单通话后 越来越多的信息比对上了 当天晚上黄石公安局民警带着在逃犯人的DNA和照片来到南京 通过比对 在南京发现的水尸正是在逃犯人张克 据调查2009年张克将自己的房产证借给朋友刘忠 可对方却拿着房产证向贷款公司贷款7万元用于吸毒 直到2012年4月 刘忠都无法偿还这笔账物 以便是前妻提出只要能拿出房产证就可以复婚 以便是朋友总是不偿还账物 恼羞成怒下张克将刘忠残忍杀害 事后张克潜逃并给母亲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他向母亲做了最后的诀别 同时他还向自己的朋友发去了这样的留言 得到这个警情后 黄石公安局立即出动大量警力 对张克进行围追堵截 结果发现张克跑到湖北黄石的西赛山公园附近后 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20天后张克的尸体在600公里外的南京发现 到此还有一个疑问困扰着南京警方 张克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警方对张克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生活进行调查 发现他将自己朋友杀害后 多次流露出自杀的念头 而绑在他身上的那块石头 也正是出自于黄石的西赛山公园 西赛山公园是个什么地点呢 就像他们私底里好多挑将自杀的人啊 都选了那个地点 与此同时 法医更为详细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张克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也没任何中毒迹象 而气管内的浮藻也说明他是溺水死亡 再通过对浮藻形状的检测 确定张克是在黄石溪色山公园一处险峻的山崖落水 到此 南京长江水域的无名南施案真相大白 同时 湖北黄石的杀人案件也将就此完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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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